近日,辽东湾百只斑海豹又在遭盗猎事件引发外界关注,如何加强斑海豹保护工作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对此,辽宁省海洋水产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陆志创21日在接受中心社记者采访时表示,应加大对斑海豹的宣传保护力度,同时对斑海豹这种定位保护动物需尽快升级调整,将斑海豹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升级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斑海豹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是唯一能在中国海域繁殖的奇俗类动物。 2月11日,辽宁省大连市公安机关破获一起重大盗捕斑海豹幼崽案,涉案斑海豹幼崽大100头,截至目前已有38头斑海豹幼崽死亡,其余62头分别被安置在大连盛亚海洋世界老虎滩基地馆和辽宁省海洋水产科学研究院。 据了解,随着对斑海豹保护力度的加强,盗猎斑海豹的事件已逐年减少,像此次如此大数量的盗猎行为实属罕见。 专家介绍,这与辽宁湾兵情沿海渔民捕猎传统等有关。 辽宁湾大连这边沿岸渔民以前的时候是有捕猎斑海豹这个传统,在这个斑海豹没有列为保护动物之前,在80年代之前,它当地的渔民是有捕杀这个海豹的传统,所以这从客观上造成了他们有一批人,他有这种技术。 在一个今年数量这么多的一个原因,就是确实是因为今年那个冰情比较小,今年春节之前天气特别暖和,表动湾北边的那个冰情很小,只集中在湾底的一个很小的一个区域,这就是给它能够偷补这么多,然后带来一个便利。 那么,应该如何保护斑海豹呢?除了继续巡逻和宣传外,专家也建言,应该提升斑海豹的保护等级。 如果是能够从二级升到一级的话,可能是相应的一些那个司法惩治的话,会比现在现行法律条件下会一些重。 这样的话对一些他们这个犯罪震慑力肯定会比现在也会大的很多。 据了解,此次被盗的斑海豹幼崽大多为刚刚出生,还不具备放生条件。 待幼崽身体条件恢复后,专家会对斑海豹身体条件进行评估,具备放生条件后将会放归大自然。 après时,如果支持者 including� información, nécess empowerment能够有一个大利益的灵魂。 masuk中歂�,这gers Temple100禃と观察到ペKn ś专 obwohl件事的cen塔链分得 Yay! ّ去不要走得烘吧!